來看一下初一到初五的習俗禁忌 像劉社長 你是出版社的 你們這個行業有什麼禁忌嗎 沒有 完全沒有 對不對 或者是我個人不太去治療 這個我跟你講 應該可能會有我不太注意這種禁忌 有 他們初一十五還是要拜 像好名義就拜得非常的強 我從來不拿香 他不是拿香 但出版業要那個閉火 所以過年的時候 門湄上面安的那個閉火圖 那個閉火圖在古代有用磁磚燒的 就是上面有 因為怕濕火對不對 對 裡面有一些做愛的 一些男女做愛的那個閉火的像 鴨香寶放上面 小年夜提供你一個 你知道慈禧太后怎麼過年嗎 她過年一定會做三件事情 而且只做三件事情 劉社長 打牌 看戲 收禮 我講幾個 慈禧太后收禮她收得很兇 她像大連初一很多朝城要來參拜 參拜的時候通常會送禮過來 其中有一個是袁世凱送的禮 送的很高妙 她曾經送過慈禧太后一件袍子 袍子上面是一朵牡丹花 牡丹花花的部分 花的部分是全部用鑽石跟寶石去相看 然後葉子的部分是 所謂的竹牡蠣或葵翠這一類 那德嶺也不錯 德嶺就 因為她是公使夫人 不是公使的那個女兒 所以她調回來清草服飾 慈禧服飾了兩年 她知道慈禧喜歡吸氧的東西 所以她就過年送個香水什麼的 慈禧也滿高興的 可是慈禧在收禮的部分 另外在吃的部分慈禧很講 她每年大概在大年除夕那一天 她通常自己會下廚房一次 每年的那一天 下廚房 那她跟大家比賽花年高 那花高一定是她花的最好 年齡高深 所有的沒有敢跟她比 像過年的時候 我們在講說四大金剛五百羅漢 就是在過年小年夜在吃的時候 除夕夜在吃的時候圍爐 榮譽跟光細撇在旁邊 那通常她在那個零收工會擺三桌 一桌是中間她要吃的 那東邊的一桌是晉天 那個西邊的晉地 然後大概有四個很資深的太監 比如說前朝的 前朝胡氏道光皇帝的書筒 這些太監選四個出來 最高等級叫四大金剛 然後從她要吃的 從她的那個零收工 一直到義餐廳房 那個廚房 要排五百個人 一個不差 要排五個人 叫五百羅漢 過年前 前差不多二十幾天 練那個臂力 用磚塊放在臂力 手臂上練臂力 去提那個湯湯水水 才不會見出來 等於說傳扇對不對 一路這樣傳上去就對了 慈禧大概每年會 從十二月二十三號 送照神開始 她就開始放假 放假一直到 農曆的那個 延宵節一月十五號 所以慈禧過年她是過二十七天 過二十七天 她的年假二十七天 年假二十七天 康熙 康熙也差不多 但康熙問題是 康熙在過年的時候 她比較 還要接見王公大臣 還要批作章什麼的 康熙就比較麻煩 慈禧像吃的 送禮的 還有她看戲 她大年初一 也是從早一直開始排到 有時候從廚戲就開始排 從早就一直排到完 慈禧在過年的時候 她只選兩種 一種是比較有吉祥的歷史戲 西遊記什麼東西 另外她過年的時候照看營戲 所以他們翠炳山 那個什麼 那個西遊記那個 石秀沙漆那個 她照樣都在過年還是照看不悟 所以她過年的時候 她會搞很多花招 雲姓節目出來 其實中國的這種 過年的這種習俗 主要是演發至這種宮廷 但是包括每人剛剛講 還有劉老師講 就是說 實習在過年的時候 要聽戲 其實以前民間是沒有聽戲 這是這樣的一個習慣跟條件 那這個是大陸在江西 大概是1990年代 就是幹劇 江西最有名的幹劇 那他們地方上 等於就是到了過年的時候 一定會去聽這個戲 那我們講到送禮 那其實也是宮廷的一種習慣 那以前生小孩 都要有一個喜兒前 就是孩子下了涼胎之後 你要把他身體洗乾淨 要有一個紅包 那唐玄宗就送 楊貴妃這個喜兒錢 喜兒錢 喜兒錢以後 後來又演變成押稅錢 就是一般民間也 該開始發這個喜兒押稅錢 那因為明天就是大年夜了 所以請林老師來跟我們講一下 除夕也好 全家齊聚 圍爐吃團圓飯 而且吃得越晚越好 有這規矩嗎 快點吃吃上牌桌了吧 他原來是說 因為要熟睡 熟睡的話 就是大家那一天晚上 聽說睡 睡是一種 在古代傳說是一種動物 是一種 身上是黑的 熟是白的 年獸是另外的 年獸是恭喜 後來變成恭喜 可是睡是 聽說鬼鬼祟祟的睡 會摸小孩的腦門 容易生病 所以要熟著這個睡 所以吃越晚越好 吃越晚就是因為要熟睡 就幫忙熟睡 好 再來 吃常年菜 中北部 台灣中北部吃掛菜 當年菜 對 南部吃菠菜有嗎 沒有錯 我回台南都是吃這個 都吃 吃菠菜 頭根還要留著 根洗乾淨 不能把它摘掉 我昨天遇到 去到那個詹洪志 他跟我講菠菜的台語叫 荷蘭素 荷蘭素 那不是貝林 那不是貝林 對 我說貝林菜 他說是荷蘭素 荷蘭素 荷蘭素 是嗎 不過南部是吃這種東西 沒有錯 我回台南都吃這個 根還要留著 對 根要留著 不能發掉 那個什麼 那個紅紅的那個根 紅嘴 立英哥 南部是吃菠菜 一口吞進嘴裡 再慢慢咀嚼 以求長命百歲 那當然 不然你噎死了 沒有 快過年 因為他沒有剪斷 不小心你噎到了 就 對不對 好 因為我們要長命百歲 OK 好 然後入月前要洗澡 把衣服洗完晾完 不能濕濕的過年 OK 所以我記得以前除夕的時候 我們中午就開始洗澡了 對 中午就開始了 台灣人最主要是擔心 就是說如果你負債 這個人負債或什麼 台灣人說一定擔心 就是你濕了 所以這個是從那個台語的習慣 OK 好 不過還有一個 就是家裡的電燈要全部開開 然後要開一個晚上 但是減能減碳 現在不要這樣做 是 另外一個 初一說避免吃稀飯 因為如果初一吃稀飯 這一年外出會被雨淋 大雨會把田土沖垮 OK 可是我們現在少 雨量不夠 稀飯跟 所以我們有一半的人吃稀飯好不好 不想 因為台灣現在缺水啊 門部的人尤其要吃稀飯 稀飯跟粥不一樣 粥就真的是富貴人家可以吃的 因為稀飯是以前台灣人 米很少 他把它稀釋水很多 所以那是窮的代表 好 還有一個 要提醒的 因為太多了 我們如果都遵守 我們不要過日子了 有一個是一定可以處理的 不可以躺在床上說恭喜 OK 對 會導致常年臥床 好不好 無論如何 你要爬起來 恭喜恭喜 然後再躺回去 好不好 這個 你也不要人家躺在床上的時候 跟人家講恭喜 OK 這個可以做一下 好 這個很難 好不好 你參考就好 記得在年前還清債務 OK 如果已經欠過年的 你初一初五不能上門討債 否則你不可以討債 這是跟債主講的 債主你不能討債 否則會倒霉一整年 OK 這個可以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不好 初一討債就吵架 對啊 無論如何在人 對不對 那如果這個禁忌 如果這個禁忌符合現實的話 那美國的王先生還有很多的這種 十大通極要犯都沒事 對啊 有話剛剛講那個 就是說除夕那天不能齊燈 其實大陸最早的規矩是 有一種年燈 就是點年燈 不是普通的燈 年燈 因為以前都是點油燈 或者是點蠟燭 但是過年的時候用一種年燈 每一個房間都要有 有一點亮就對了 對 而且所有的動物 包括動物 你都不能夠虧待牠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馬 你看這個馬 都有貼對聯的 對 票肥體重 這個 什麼 飼養好 飼養好 對不對 世紀平安大發財 六處兴旺 然後這個上面都要點一盞年燈 年燈 然後大年三十 差不多下午三點鐘以前 把澡啊 把要洗的菜 還有藻子 一定要留著 藻啊 那些 綠色的藻子 對 綠色的藻子那些 通通都要在三點鐘以前 通通處理完 然後吃年夜飯的時候 為什麼越吃越晚 才代表這個家會 越吃越旺 我們家最好了 我們年夜飯是十二點才吃 夠晚了吧 祝各位新年快樂 那麼也希望您一路行車平安 好嗎 謝謝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拜拜